应粉丝的要求 这期我们就来参观下 位于迪拜以北30公里的 哈马德越野车博物馆 它是阿联酋王室成员 谢赫哈马德的私人博物馆 除去私人飞机和游艇 光越野车就拥有3000辆 有些更是绝版的存在 因此也获得了 全球拥有最多4区越野车 吉尼斯世界纪录 展馆分为4个区 进入改装区首先看到的 是一辆10x10大型越野车 输出马力600匹 它叫阿布扎比全球仅次一辆 由时髦的军用卡车改装而成 标志居然是一只落脑 日产图乐8x8 并且前后轮可以升降 直接切换为4x4 从福特150到550 各种类型的改装皮卡 吉普当然少不了 大脚吉普 宽体吉普还有巨型吉普 关于汽车历史的发展 你可以从世界上第一辆4x4越野车 以及它身旁的 世界上最古老的四驱移动餐车开始 直到了解现代越野车的整个发展历程 而在收藏区 你首先会看到最贵的仓品 兰博基尼LM002 兰博基尼量产的第一款SUV 并不是大家认为的EURUS 而是搭载5.2升V12引擎 382匹马力的LM002 零百加速7.7秒 急速209公里 遗憾的是 全球仅仅制造了301辆 其他车型包括早期日系品牌的 大发 485 30 林木 当然还包括路虎 汉马等欧美品牌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展品中还包括了来自国内北汽的 B巨80 勇士 城市猎人 B巨40 四轮驱动最早应用的还是军事车辆 在这里你能看到世界上第一辆军用四驱车 军用卡车 军用运输车 军用装甲车 两栖作战车 牵引旅带车 其中最著名的威利斯军用吉普 包装居然只需要这样一个箱子 这是车辆制造中最早的模块化概念 所有零件的组装只需要三分钟 不得不说在战时这简直是个奇迹 接下来就是从军用吉普到军用汉马 甚至还有劳斯莱斯的迷你装甲车 室外展区 这艘四轮大船LARP是美国勒图诺公司 于上世纪50年代为美国海军研发的 两栖登陆车辆 这款LX52型全长19米高6米 整背质量60吨 最大载荷160吨可搭载200名士兵 动力来源于四台265匹马力柴油引擎 每台引擎驱动一个车轮 路上行驶最高速度32公里每小时 还记得上期的巨型汉马吗 没错用的就是这套传动系统 你很难想象一个私人博物馆 就是一部汽车文化发展史 而这只是哈马德私人汽车博物馆中的一个 这么多的越野车你最喜欢的 是哪辆呢